反而觉得这个卖这个武器可以减少这个紧张 叶文辉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是奥巴马总统在宣布对台军售之后呢 白宫发言人已经表示这个决定是上一任政府做的 好像有点感觉就是不是现在这个政府做的 那中国的媒体反应就是说那既然你是现任的总统 你可不可以比如说以后你就干脆停止对台军售 甚至中国的舆论就是说中国应该推动美国干脆废除台湾关系法 那么你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个第三个总统应该提出 因为今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台湾有马英九做总统 那马总统他对华政策是长久以来怎么说 他在野党说是太弱的太温和的 那他跟奥巴马政府一样花了不少时间看看这个两岸关系 对华的政策能不能有哪些合作的地方 所以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自防的能力 那他已经做总统快两年 那这个两岸政策当然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很高兴 这个两岸的这个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低 但是大部分的美国人会很难了解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之下会怎么激烈的反对这个军售 你如果现在强迫美国决定要继续不继续军售的话 我觉得美国政府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这个政策 史伯明先生我们知道在对台军售之后 中国的很多军事分析专家就认为 中国应该给美国一点颜色看 那么他们一个很普遍的建议就是在伊朗制裁的问题上 我们知道最近伊朗在油龙梭的问题上有一连串的动作 那么考虑到这一点 您是否预见到中国在伊朗制裁的问题上 给美国制造一些障碍 或者是说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你觉得中国对伊朗的立场并不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中国思想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两件事情很难联系来 因为而且我觉得从美国方面 比如说假如中国同意这个比较严厉的制裁对伊朗 我觉得不可能美国在台湾争取方面会退让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不相关有一点 那么您认为中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 始终没有采取美国所希望的立场 那么到底根本上的原因在哪里 我想是因为他们跟伊朗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能源方面尤其很重要 所以他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他们对伊朗的这个政策 这是可以了解到 我理解到我觉得 所以可是我们还是要试这个压力 因为如果那个地区不稳定的话 也会影响到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 所以对中国的自己的利益也会有害处 伊朗慧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有一些讨论 我们知道在台湾军售宣布之后 那么中国的一个环球 环球杂志在中国的网民中间做了一个调查 那么百分之至少这个环球号称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网民都认为 中国应该对美国采取更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 那么我想问一下 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目前这种比较普遍的 怎么说呢 一种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或者说一种比较强烈的对美国 针对美国的这种情绪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部分的责任在政府的手里 那如果在美国 如果大部分的美国国民开始对中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看法 那美国政府应该看自己 他们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中国 他们用什么话来形容他们对华政策 或者他们对华的战略 他们想要有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关系对我们国民有什么利益 那我看在中国方面 我们从美国来看 我们看最少是中国的领导人 有这样的跟他们国民的沟通 为什么中国需要美国 因为他们不能否认中国需要美国 那为什么要跟美国有合作关系 那这个合作关系有什么利益呢 那这个如果我们跟美国有一些不公同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些对我们有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关系 这个国内的这个谈话应该是比较成熟的 那如果中国中国政府看到百分之九十的国民 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态度的话 他们应该考虑他们宣传是如何的 我想中国的宣传不是说我们中国如何需要美国 而是说美国如何需要中国 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很多人来说 他们的一种印象 我们拥有你们大量的国债 我们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劳动力 或者我们的市场资金等等 所以给很多中国民众一种观念 就是说美国现在非常依赖中国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认为中国民众这种态度 会不会对中国的对美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 我想一定形成一种压力 这是不可否认的 可是我觉得假如真正的看中国跟美国 在各方面 在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 政治方面 还是美国比较强 这个说得很清楚 你举个例子好吗 比如说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 或者经济方面 只有一个国家有全球的这个军力 那是美国 中国当然这几年经济这个增长同时 他们这个军事建设也很特殊的 可是两个这个军力来比较的话 不可比较嘛 这个经济是一样的 当然现在中国好像是世界第二名这个出口这个 大国 可能是第一 可是他们的经济总值还是比美国还不到一半呢 太上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这几年中国的增长非常之快 而且还是跟美国来比还是相当大的差距 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叶王辉先生 只有大概30秒25秒的时间 就是谷歌事件 对于在美国得到相当广泛的报道 您认为这个事件 如何影响美国普通民众 对于中国的这个观感或者是影响 您能说一下吗 我觉得会让很多美国的国民开始想到 这个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中国的政府要跟美国有怎么样的关系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 不会不能相信政府以外的人能够做到这些行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好 那么听众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 在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节目里面呢 我们将讨论中国共产党维持统治的奥秘何在 欢迎您收听收看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